馬英九總統在高雄主持海巡署兩艘新船艦 新北艦和巡戶8號的乘軍典禮 馬英九說強化海洋軍事裝備 是要維護台灣的海洋權益 馬英九又要求海巡署堅持不迴避、不退讓、不挑釁的原則 捍衛海洋主權 其後檢閱部隊又登上新北艦出海視察演練情況 2000噸級巡防救難艦新北艦可以持續航行15000海里 配備新型爛炮、高壓水炮和夜視紅外線攝影機 會駐守基隆市基隆港負責北方海域 包括釣魚島駕護魚任務 而1000噸級巡戶船巡戶8號會進駐高雄市慶達港 香港歡頻電視機者金營報導